你 会长 你相信缘分吗 这是什么话 但是我信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里来吗 我知道啊 你特意把我带到这里 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地方 只是因为这样的话 我不会带你来这里 难道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我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 让我早点帮你去回家 会长 我其实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 但是我要等确定了之后 才能跟你说 行行行 反正你这样我都已经习惯了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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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如你所料 银行出事了 银行出事了 应该是有人在幕后捣鬼 他们邻村整取 才导致银行的资金短缺 而且 现在他们煽动民众 储户们独具集到了银行门口 说是今天必须要提现 田田 我要跟阿春去一趟银行 我让司机把你送回去 会长 现在民众的情绪很激动 您现在过去恐怕 正因为这样 我才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快走吧 走 您看看这个 我不看这个 这个我也看不懂 银行的事 一向都是浩银在打理的 之前一直都很好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大小姐 发生这次挤兑事件 肯定有人故意 针对咱们人事银行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浩银哪 阿春哪 刚刚阿春过来告诉我们 尽力安抚 他们 已经去找会长了 这个小妖精 怎么行 走 大小的小妖精 银行 这一路 但是 从事 多小妖精 现在 在对她的身材 似的 而 在对她的身体 身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先生 我现在有事要去办 你是担心人事银行的事吧 你放心 人好明会解决的 那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找你确实有点急事 而且这件事情 只有你能做 我 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呢 我现在急需找到一个电台 这个电台就在九十六点六 到一零六点六昭和之间 发报时间是十二点到二十二点之间 我们现在只能找到三十个电台 但都不是我们要找的 我想你来帮我听一下 尽量找到这个消失的电台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帮忙找电台 整个上海除了你 我相信没有人能做到 我知道了 以你的听力应该用不了多少时间 你考虑一下 不论是今晚还是明天 只要你考虑好可以随时找我 还有 我希望这件事情 不要让青青和昊明知道 以免他们误会 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好吗 我想你 不要把你 Ihre创建 借你的 医療 孙岸小姐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selalter poco 我发誓 我会用一生来爱你 守护你 你 不要 大 mart 好 这个求婚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吧 范导演那边还没有结果 不行 我得再去一趟酒店 去给范导演道个歉 会长 这是用来联络各地生意的代码本 南洋黄金的代码是玫瑰 你今晚就给那边发报 告诉他们 我需要黄金周转 必须三日之内到户 是 会长 会长 那个针对咱们银行的幕后黑手怎么办 现在当务之期是要调来黄金 解决银行的事情 而那个人 他所做的每件事情我都记清楚 到时候要跟他一起清算 我明白了 阮小姐呢 他在哪里 阮小姐在房间呢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吧 是 您好 我找五一零的范先生 五一零 您是楚小姐吗 是的 你怎么知道 这是五一零的客人让我转交给您的 这是五一零的客人让我转交给您的 明晚七点 俱乐部将有一个盛大的电影酒会 希望楚小姐能够立临 谢谢你啊 曾经讲不过 二零的客人 我赶紧 到底要不要去呢 之前林先生帮了我很多 现在既然林先生有求于我 那我就应该去帮他 可是我怎么跟会长说呢 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再问你 你要对我说什么 银行出现了危机 我看会长很着急 我也很想帮忙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所以就想去找楚安安商量一下 但我如果这么说的话 你一定不会让我出门的 所以我刚才在边里有 看怎么才能出门 难道会长看出来我在说谎了 你说得对 我是不会让你出门的 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解决了 再说楚小姐 她能帮什么 管她父母要钱 看在你这么关心我的份上 我允许你出门 允许你去找楚安安 你们两个好姐妹也很久没有联系了 也需要好好地联络一下感情了 也许你们聊一聊 心情会变好呢 真的吗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就当假话听 不过我 必须亲吾一下 我才能放你出去 我才能放你出去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这种事情啊 你到底想不想出门 快 来 会长 阮小姐 阿春 什么事 楚小姐来了 你们俩果然是好姐妹 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去找她了 天天 会长 好久不见 这是最新的茶叶 知道您爱喝茶 所以就买了让你尝尝 谢谢了 初小姐 那初小姐 你们自便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们坐下吧 天天 我来也没和你说一声 没耽误你什么事吧 当然没有 你这么突然过来 该不会只是为了送茶叶吧 我是想过来和你说说话 最近发生好多事很心烦 可是我又怕任会长不放你出去 索性我就自己过来了 这样啊 其实我也正想去找你呢 真的吗 真的吗 难道是心有灵犀 也许吧 这老话说得真是对啊 不足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自从那天在出租屋外 看见了田田和昊明 在人家多待一分钟 都觉得是一种煎熬 真好吃 先生 您的酒 这个天使之吻 是和萧小一起喝过的酒 如今以前是物是人非了 来 服务员 怎么了 先生 这照片 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 您说这照片呀 是这样的先生 最近呢 我们沙龙在搞最美顾客的活动 我们店长让我们 挑选之间拍的比较好的照片 挂到墙上 用来做宣传的 您慢用 我怎么把这个楚安安给忘了呢 她不是小小的好朋友吗 小小跟我说过 她和楚安安是好朋友 楚安安不会把我认识 小小的事告诉了田田吧 不行 我得找她问问清楚 我得找她问问清楚 先生这么英俊 不如和我跳支舞吧 滚 先生 滚 都给老子滚 你是什么东西啊 老子根本看不上 我只要楚安安 楚安 楚安 还有什么男嘉宾 砍 你 我才能听到 可儿 谁 这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尸费 安安 小心少爷 安安 护长 你人最好了 你就让田田去我家住一晚吗 我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多话要和他说 好吧好吧 既然你都来了就在公馆里说吧 我让秋芬给他做了好多好吃的 你就让他去我家住一晚吧 就一晚 好吃的我们人公馆里面也有 会长 我就想让田田去我家住吗 好吧好吧 我答应你 真的吗 我发誓 明天一定把你的田田 完好无损地送回来 我让阿春送你们去 谢谢会长 好 那我们现在就走啦 好 走吧 会长答应你去我们家住一晚了 太好了 谢谢你 你谢我干什么 应该我谢你 你看 我高兴得连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那我们赶快走吧 嗯 小姐 宋公子闯进来 我拦不住他 亮园 我是爱你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宋承 我那天 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我现在还不想结婚 你还是走吧 安安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没有你 我和田田还有一些事情要谈 你先回去吧 九分 送客 安安 安安 我一定会让你回心转意的 天天啊 我跟你说个事 宋承他跟我求婚了 真的吗 那你答应了吗 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心烦嘛 虽然我现在也挺喜欢他的 但是他的求婚也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因为我现在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拍电影上 根本就没有心思结婚 拍电影 可是拍电影做明星和结婚是两件事情啊 现在很多新时代的女性 不都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吗 你是太不了解宋承了 问题在于我想要依靠的那个导演 他根本就看不上人家 他非但看不上人家还禁止我去见他 原来是这样啊 我想宋承肯定不会无缘的讨厌那个导演 而且你的经验阅历不够 你可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别人 我知道 但是他越是否定我就越不服气 我就越想证明他是错的 对了 明晚那个导演要办一个酒会邀请了我 我一定要去 你千万别和宋承说啊 好好好 我不会说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我没事的 天天 你怎么也心事重重的样子 其实你今天才真的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 帮了你 怎么回事啊 我明天要帮林先生去找电台 帮林先生找电台 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会长说呀 任会长就那么小心眼吗 你说对了 任会长的心眼的确很小 他对林先生一直有偏见 所以呢 还是瞒着他好了 天天啊 你就是太善良了 不知道我们下次像这样谈心是什么时候 好希望一直这样下去 我们一定可以这样一直相处啊 那我们睡觉吧 会长 南阳那边回信了 那边回信了 黄金明天上路 到达的码头和具体时间 将于明日发报告之 底下 一预 collaborate prawda nos 了 还有 摇 que能 Tucson 摇给你 写日记嘛 所以 我想把它送给你 每当你用这支钢笔写日记的时候 就会想起我 而且 如果哪天我惹你生气了 你想写日记骂我时 当你看到这支钢笔的时候 你就骂不出来了 讨厌 颜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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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夏姐走 浩敏 银行的事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昨天闹城的一样 不会真的像外面传的一样 我们没钱了吧 不会的 我看你根本就是鬼迷心强 就忙着谈恋爱 银行才会变成这样 真不知道 那个阮清田 到底给你试了什么法术 让你这样神魂颠倒 好 我不说了 请进 方哥 田田 林先生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晚没晚 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学校那边不方便 正好这家住户刚刚搬走 虽然房间很空 但比较安静 我是不是会打扰你工作 我这就走 其实没关系的 那我开始工作了 嗯 我开始工作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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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尔 你觉得阮小姐 真的找到那个电台吗 我在这儿守着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我要去和任青田吃饭 凤刚 您可真是情圣啊 您去吧 凤刚 事情都安排了吗 都准备好了 先生 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的 陪我最爱的青青吃饭 我希望每餐都能给你新的惊喜 虽然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 但我希望我每天都能给你不同的温暖 青青啊 最素雅的画 送给最惊艳的你 阿拉比尔 青青 都说前世一千次的回眸 才换来今世一次擦身而过 前世一千次的擦身而过 才能换来今世的一次相遇 才能换来今世的一次相遇 而前世的一千次相遇 才能换来今世的一次相爱 我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真的好感动 阿凤 鸡皮疙瘩疙瘩都起了一身了 还感动 是什么 打开看看 时间 地点 全部由你来填 我愿意 我愿意 青青 学校里还有点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就没办法送你了 你能理解吗 没关系 你先去忙吧 我先走了 我终于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玫瑰已上路 我终于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哎 瓶哥 怎么样了 还在找着呢 哎 瓶哥 哎 瓶哥 怎么样了 还在找着呢 哎 哎 你应该需要 田田 你可真是太棒了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田田 你接着听 下面可能还有更重要的 你放心 我会继续听的 我还要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还看不懂电文呢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我真的关心一下 找我 我会再可以 找我 你再上去 把你吃出大口 我把你吃了 我来吃 我会拉你 我 大事 我会唱 风哥 果然不出你所料 任浩铭果真调了南洋的黄金来上海 这次咱们可以大转一别了 具体的时间跟地点 他们应该会再次发报告知的 等阮清田走了之后 你立刻派人去监听 好的 两条大黄鱼 十七号荒鸡 这 这到底什么电台啊 播报的内容也太奇怪了吧 风哥 是让我们接下沈浩鸥 从来有调查的这批黄金 任浩铭这次想不认他也不行 嘿嘿 这样一来 咱们清单的九爷 一定会对您刮目相看 黄金 九爷 难道 林先生和青帮有关系 他们要对会长的黄金下手 阮清田哪儿都很灵感 不要提任浩铭 小心坏了事 知道吗 是 咱们 故障 是 在顺利 要是 要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包装 田田 田田 会长 这碗小姐呢 小姐昨晚去蜀小姐家了 您忘了 你是谁啊 喂 告诉阮小姐 我一会儿去接她 阮小姐一早就出去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说什么 那初安安呢 小姐刚出门 去百国商店了 阿淳 会长 好 被车 去楚小姐家 是 走 果然没有来 难不成 这次真烧心了 帮我开门吧 嗯 好 去百国公司 哎 老张呢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是老张的表哥 他今天生病了 我来替他开 真是的 说病就病 你怎么开车的啊 你怎么开车的啊 哎 会长 下车 下车 会长 你怎么来了 我说 软轻甜的 哦 甜甜 她今天好像有点事情 什么事 说清楚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甜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我再来找你算账 哎 要不 我和你一起去找吧 你回家就是最大的帮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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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甜甜到底去哪儿了 会被人绑下来吧 想必有件事情你还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爹 就是杀害任晓晓的真凶 我和你 要不去 我要把你 我 不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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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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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活得很辛苦 你一向都很善良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如果让任浩明知道了 你爹 他就 你卑鄙 我卑鄙 我不卑鄙就活不到今天 你 你 你以为我会让同样的事情发生两次吗 走开 凤 凤哥 你怎么了 凤哥 追 看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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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皙